中央政府的支持 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今次在亞洲波林館興建社區治療設施 以及在旁邊興建臨時醫院 在臨時醫院裡面有這麼好的設施 包括一些負起壓的隔離病床 雖然我們不希望有下一波疫情來臨 但我們一定要為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微與籌謀做好足夠的準備 較早前我們也去了亞洲波林館的場地 與工程人員做多方面的交流 在靈略這段時間 我們都會繼續與大家保持緊密合作 希望整個工程都盡快順利地完成 有了這些設施 令我們更加有信心 令對可能發生下一波疫情 亦有助大大減低對工立醫院的壓力 感謝中央的支持 在亞博館的8至11號館興建社區治療設施 而工程團隊已經在9月19日開始了工作 工程進展相當順利 在過去一個星期病床間隔 負氣壓病房毛快大部分都已經放置妥當 接下來會搭建員工的設施 安裝機電的設備 水口渠管等等 我們預計整個建造過程 大約可以在四個星期之內完成 工程完成之後 幾個展館一共可以提供接近1000張病床 當中部分設置負氣壓的系統 另外在亞博館外面的臨時醫院 前期工作亦已經展開 這個項目會用組裝合成的方法去興建 我們期望可以盡快完成 幫助香港去面對萬一疫情有所變化 所帶來的重要挑戰 由於亞博本身的冷氣系統 都不是為了社區設施去做設計 亦有其他環保智能的考慮 所以為了這次要做社區設施 加裝一些冷氣機去製冷 我們總共有8台新的中央冷氣機 會運送這個地方安裝 這裡每個坡就會有兩台 一台是200噸 一台是100噸 而我身後這一台是100噸 每個坡我們會提供到300噸的冷氣 給新的設施用 整個設施總共只有三至四個星期完成 找地方安裝是很大的困難 因為第一要適合香港的禮 第二不阻止別人做事 我們亦和亞博相關的設施管理人員 很緊密地溝通 ASD亦給予我們很多建議 現在我們將所有方案也解決了 這裡為了醫院工作人員 可以看到是否符合眼 這裡放了指示器 如果是符合眼 波仔是向內的 我們這個也做過 A-Li-H測試 亞博我們設置了 一共40個符合方艙 每個符合方艙都是用四張病床 可以提供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給病人 還有病人 呼吸的空氣 經過HIPHOP FILTER 排出空氣入面